詹姆斯邦德的生活是否反映了間諜的真實世界? 图示BBC毫無疑問,詹姆斯邦德是這個世界上最知名的間諜,而007等諜詐騙也總會讓人好奇,這些電影究竟多大程度,都反映了間諜的真實世界。 日前,來自英國三家情報機構,真情五處MI5,英國政府通信總部DCHQ和真情六處MI6的熱運間諜,聶明接受了BBC5Live的採訪,還原了作為一名真正的間諜,是怎樣一種體驗? 事實上,007電影里充斥的美女香車,高風險的賭博行為,奔波在世界各地間無縫旅行的生活,與情報部門的現實生活相去甚遠。 QU,為宣情六處MI6工作像詹姆斯邦德一樣,欸,不,並不是的,卻一點也不貼切,我們經常都會聽到這樣的問題。 QU,在MI6工作十年之久的凱特說道,很明顯,我們也喜歡這些電影,但這並不是真的。 不是所有間諜都有阿瑟頓馬丁或者快艇,或者其他什麼的交通工具,事實上,你在公共汽車或地鐵上,看到我們的次數更多一些,已經在MI6工作十五年的約翰表示,那些隨身攜帶強制,在酒會上喝喝馬丁一酒的事都是不可能。 啊,這根本不是間諜的生活,但電影卻是在一個方面,熟實進行了還原,那就是,我們的卻有一個Q,Q是真實存在的人物。 這裡的Q是電影中邦德所在部門的負責人,我們有一些結束的技術專家,專門為我們提供各種小工具,但我們的東西比邦德的要好。 約翰補充道,軍情流出MI6位於倫多和克斯豪爾的總部,圖示網絡事實上,007電影的確讓英國的情報機構困擾不已。 據微報報道,MI5的應聘者都會收到警告,讓他們不要期待像邦德那樣的生活,在MI5看來,這已經是現實生活中,最接近八的是生活的工作了。 李查德·湯姆林森是一名曾在MI6工作,後因泄露秘密而被解雇並判刑。 在自己的書中,他披露了自己從事這項工作的種種細節,但李查德也曾坦誠地告訴微報,作為MI6的情報人員,自己也很少攜帶箱子。 不是,因為大部分時間你都在辦公桌前工作。Q,找到一份間諜工作真的很難嗎? A,是,也不是,在MI5工作並參與招聘情報人員的橋透露,對一名應聘者的審查過程,通常需要六到九個月的時間。 他補充說,這是一種奇怪意思的行為,但我們有一個非常熟練的審查員團隊,這也讓我們的審查變得更加容易。 尊情五處MI5位於倫敦米爾班克路的總部泰露士大樓,突出未報,艾米莎兩年前也經歷過這樣的審查。 實際上,我覺得這種審查還挺有效的,他們也不是準備逮捕誰。 他介紹道,在一個持續長達三到八小時的面試中,所有應聘者都要面對一位審查員的審視。Q,如果你曾經吸毒,你就永遠不能加入了。 A,絕對不是這樣的,每件事都是根據個案來分析的。 喬說,如果你十六歲時曾在派對上吸食過毒品,並不一定會阻止你加入。 但是很明顯,當你在申請這份工作時,不能吸毒。 受訪的六名間諜都說,作為審查過程的一部分,他們接受了毒品測試。 這件測試通常包括採集頭髮樣本。Q,你不能告訴任何人,你是做什麼工作的。 A,你可以透露身份,但你必須仔細考慮,你要讓誰知道。 一般均情五出給出的建議是,喬說,你可以告訴親密的家人或朋友。 約翰說,他當時決定直接告訴幾位家人,自己正在申請MIU的工作。 我很快就告訴了父母,然後,我把立刻轉身上樓,將約翰·雷卡雷的全部小說拿了下來。 他建議我最好在面試前把讀一讀這些書。 當然,這衝擊量只能算是,對我有一些些幫助吧。 喬表示,有很長一段時間,他並沒有告訴自己的兄弟姐妹,因為不想讓他們知道這些信息。 我不想讓他們覺得他們必須保護我。 他說道,當我和我現在的丈夫開始戀愛六個月後,我曾想他坦白一切。 我們之間發生了非常有趣的對話。 當然,他最後成為了我的丈夫,位於切爾滕納姆的GCHQ總部。 圖劇BBC但大部分在MIU,MIU和GCHQ工作的人都會選擇隱瞞。 他們只會告訴他人自己是公務員。 或者乾脆迴避這個問題。 喬說,總會有想加入M25的申請者,提出一些非常奇怪的問題。 有人問我,我上班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嗎? 或者是我上班要偽裝一下嗎? 我最喜歡的問題是,有一次有人問我,我必須甩了我女朋友才能在這裡工作嗎? 喬說,因為如果必須這麼做,我會立馬去做。 Q,間諜通常都不會趁自己為間諜。 A,事實上,他們會道,但間諜不會經常這麼做。 喬說,因為我們不會告訴人們自己是做什麼的,或者為誰工作,這些都不是我們會大聲喧嚷的。 所以,我們也不習慣告訴別人,我是個間諜。 來自MI16的約翰說,自己對間諜這個詞感到很滿意,我的卻認為自己是個間諜。 這是我們的工作,我們在這裡從事間諜活動,我們這麼做是為了國家的安全和繁榮。 我是間諜這件事情,我已經告訴了五個人,和約翰一起工作的凱特表示贊同。 我認為這是應該的,我們每天處理無數的秘密,這就是我們的工作。 Q,這是一份非常嚴肅的工作,沒有娛樂的空間。 A,這個取決於你對娛樂的定義。 約翰透露,MI6每年都會上演一出小劇。 他形容這個出戲十分滑稽,在MI6,我們能競爭的事項很少。 他說的,當競爭出現時,通常涉及是誰是最優秀的烘焙能手之類的問題。 上述三家,安全機構,到這兒終於舉辦辦公室烘焙大賽。 圖劇BBC在JCHQ工作了十年的迪亞表示,我們每年會舉辦一個烘焙大賽,這是一件大事。 來自MI5的艾米莎立即表示,我們也有Q,只有畢業於牛津和劍橋,名字叫魯珀特,你才會被錄用。 A,並非真的如此,雖然六名受訪見敵中,至少部分曾在牛津或劍橋念書。 但迪亞說,這就是一個留言,我們念過牛津和劍橋,我們有一部分人善過公立學校,也有一些人沒善過大學。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能力。 他表示,我們並沒有限定來一類人,才能來和我們一起工作。 他還補充道,所以,如果你坐在那裏想著,他們不會錄取我的,我不是那種類型的人。 那我們唯一能說的就是去申請吧,看看自己能否成功。 Q,身為間諜,別人真的很難聯繫上你。 A,是,也不是,雖然電話訪問英國軍情武處M25的人,都必須在門口對手機進行檢查,以確保安全。 但工作人員並不是完全處於隔絕狀態。 特別是如果他們有孩子的話。 身為家長的莉莉說,我們有一些先進的技術,這樣學校就可以聯繫我們。 喬也是一名母親。 他補充說,很多人都想想說,在情報機構工作的人事部,是孩子生病了,學校也聯繫不到你。 但事實上,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。 如果我的孩子病了我都無法知道,我也不會來這裡工作了。 至於,間諜不能有手機了。 喬表示,沒有手機真的很好,你會喜歡的。 Q,間諜都討厭看不切實際的間諜劇。 A,如果不是將我們作為一招的話。 所有受訪者都表示,自己看過此前在BBC播出的電視劇寶標。 講述MI5和MIRO間諜的電視劇殺死衣服受到熱捧。 圖劇BBC我真的很喜歡。 凱特說,這部劇很有意思。 講述那些不太為人所知的組織,這是大受歡迎的一部分。 儘管劇中有很多劇情並不切合實際。 但我不認為,我會對此憂心忡忡。 它就是一種娛樂而已。 BBC最近播出的另一部電視劇,殺死衣服也很受歡迎。 該劇聚焦於軍情5處MI5和軍情6處MIRO雇傭的間諜。 劇部劇太精彩了。 我很喜歡,艾米莎說道,但的確,總有那麼些瞬間。 你很想砸爛屏幕。 咆哮著不? 不是這樣的。 And 紅星新聞記者數學團。 嗯? 嗯?